好 我们开始上课 下面我们进入这个高等数学的第三个板块 叫积分学 我们前面学了极限理论 也学了一元微分学 包括导数的定义和计算 以及导数的用用 以及中指定义 内容非常多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学与微分学相对应的另外一个知识点 叫积分学 它的内容也是非常广泛 提琴也是非常之丰富 那么积分学主要是围绕不定积分 咱们叫下的第四章 和第五章定积分 以及第六章定积分的应用 所以从这个章节内容上来看 它的内容跟微分学相比 也不在它的之少 它的提琴我们学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也不比微分学的提琴少 而且积分学的题做起来比微分学都要有难度 所以从这一章开始 大家复习可能就感觉的比较吃力了 做积分的题 那么这节课我们首先带着大家把积分学的一个基础 叫不定积分 第四章我们给大家开个头 把这一章先捋一下 我们学不定积分 其实主要的作用不在于单纯的去求不定积分 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下一章定积分做服务 就如我们前面学第二章 导数与微分 我们并不是真的是只是希望大家练手几个求导公式 这不是目的 我们学第二章导数和微分 那其实更多的目的是为了第三章 叫微分中止定理和导数的应用所做服务的 那么一个道理 不定积分也是这样 做基础 那么对于不定积分 我们先看这个教材184页 打开书 第一小节 叫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我们来先看两个基本概念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 那么什么是原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说如果在一个区间I上 在一个区间上 有一个可导函数大F 这个大F的导数为小F 那什么意思呢 就说对于每一个X 这个区间上 每一个X 这个区间上的每一个X都有 有什么 都有大F的导数等于小F 如果这件事就成立 我们就给这个大F一个称呼 称大F是这个小F的一个原函数 注意这个定义 应该把握注意 就是说呢 大F要想成为原函数 那就是大F的导数 等于小F 那么这个等号 是在哪里成立 注意这个等号 是指任意的一个X 这个区间上每一个点 我的导数都等于小F 这才叫原函数 换句话来讲 只要有一个点的导数 不能等于小F 那都不叫原函数 这个任意性需要注意 另外还得知道 作为原函数 这个大F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可导函数 你知道对不对 可导的函数大F 我们前面知道 可导一定连续 所以大家要知道 原函数一定都是什么函数 原函数答一定都得是连续函数 为什么 因为它可导 你可导 你必连续 对不对 这一点将来做选择题 排除法比较好用 如果发现某一个函数 它都不连续 它肯定不能作为原函数出现 你说对不对 好 这是说到的基本定义 原函数 那么对于原函数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 一个函数 它什么时候一定有原函数 那只有说它一定有原函数 我们才能有资格往下找出它的原函数 如果它都没有原函数 那就不必再研究了呀 这个地方 我们不加证明 直接给出一个基本结论 基本定理 叫连续函数 一定有原函数 这个定理 在咱们书上184页 也写到了 叫原函数存在定理 那就是说 如果小F 在这个区间上是连续的 那么这个小F 在这个区间上一定有原函数 注意 这个定理 只是说连续函数 一定有原函数 可是呢 这个定理 并没有指出来 谁是它的原函数 它没有说 那要到了下一章 才会给出到底谁是我的原函数 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 连续函数一定是有原函数的 这一点 那么对于原函数 还需要知道一点 那就是说呢 虽然连续函数一定有原函数 但是它的原函数 不一定都是能够求出来的 你比如 E的正负X方 而这个函数 尼斯卡 E的正负X方 它肯定是连续函数 它的原函数一定有 再比如 3X除以X 这个函数 它的原函数也有 再比如 CosinX除以X 它也有 SinX方 CosinX方 LineX分离 这些函数 它们的原函数 这些都是有的 但是怎么样 但是你都是求不出来 这一点得明白 不是说它有原函数 你就能够求出来 不是这样讲的 事实上 我们所能够求出来的原函数 少之又少 都是一些极其特殊的函数 它的原函数 才能被我们求得出来 你随便写的函数 它的原函数 就算有 一般都是求不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你的同学 给你一道题 说 请你帮我求一下 它的原函数是谁 你先问他 你这个题从哪里得来 是不是你自己瞎写的 你瞎写一个题 让我求 我求了三个小时 也没求出来 那事实上 这种题 随便搞来的题 你不要瞎做 那可能 都是什么呀 都是求不出来的那种函数 先问他 哪里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标准的 书上过来的 诶 是的话 我再往下求一下 好 这一点需要注意哈 这是我们说到的 原函数 以及它的存在性 以及并不是都能够求出来的 那么再往下 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如果一个函数 有一个原函数 那么它将会衍生出 多少个原函数 那比方说 我们打个草稿 比方说我们这样来思考 大家想哈 如果大F 大F的导数 如果大F的导数 等于小F 大F的导数 等于小F 那么按照原函数 大F是小F的原函数 但是这样的话呢 诶 大家想 那么大F 给它加个C呢 诶 大F 如果加个常数C 再给它求导 诶 你想是谁 那么大F的导数 还是小F 常数的导数是0 没了 那么按照原函数的观念 这个大F加C 也是什么 也应该是我的原函数 所以从这个地方说明 一个函数 只要有一个原函数 它将会衍生出 无穷多个原函数 对不对 哦 你有一个原函数 我给你加上一个任意常数C C取一 又是一个 C取二 又是一个 C取三 又是一个 所以只要有一个原函数 就会衍生出 无穷多个原函数 好 这是第一件事实 再来 诶 我们现在承认 大F加C 随便C取 都是你的原函数 可是 又出来一个问题 那么我这个小F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除了大F加C之外的原函数 还有没有别的原函数 就是说 如果大F是一个原函数 我现在承认 大F加C都是你的原函数 但是 但是这种大F加C的写法 是否能代表所有的原函数 注意 无穷多个 跟所有可不是一个概念 诶 这一点 我们说 的确办得到 在咱们教材上 185页 185页 最上面有个第二 说 如果大F是一个原函数 那么其他的原函数 跟这个大F有什么关系 诶 研究发现 它们之间仅仅相差一个常数C 所以 这两句话一揉杂 我们得出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就是说 一个函数只要有一个原函数 那么这一个原函数 加上常数C 就代表了你的所有原函数 一个没漏 一个没冲 随便C取 都是原函数 代表了所有的原函数 所以 将来 如果人家让你求他的所有原函数 你说怎么求 他求出一个原函数 加上一个常数C 就是他的所有原函数 那么 对于这个所有的原函数 我们又给他起个名称 叫什么呢 叫不定击分 我们来看 定一二 说 小F在区间上的两个字 所有原函数 所有原函数 叫什么 它叫不定击分 给个符号 大写的F拉长 叫F的不定击分 这里面 小F称之为背基函数 那显然 按照刚才讲的 你这个东西 代表了所有的原函数 那所有的原函数等于谁 所有的原函数 它等于一个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C 对不对 那记得很清楚 大F是小F的一个原函数 这样回答 左端是所有原函数 右端也是所有原函数 所以二者之间自然下等了 所以将来求不定击分 就是求所有原函数 就是求一个原函数 加上常数C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两个基本概念 以及一些基本事实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主要任务出来了 干什么 就是求这个不定击分 也就是求所有原函数 那到底怎么求呢 求击分跟求导数完全一致 首先要懂得一些 基本的公式 求导有求导公式 积分有积分公式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基本积分表 看教材 教材翻到书上的188页 188页有一个基本积分表 比188页 基本积分表 188到189页有13个公式 这13个公式 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务必熟记于心 将来都是直接使用 这是第一步 光有这些13个还不够 需要大家往后翻 翻什么 翻到205页 再加上一个205页 205页第16个一直到24个 这又是一组积分公式 那么这两组积分公式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一定要记下来 我知道有个别的地方不好记 但是你也得把它记下来 这些都是公式 将来都是直接使用的 好 公式 有了公式 再加上一些求导 这个求积分的运算法则 大家就可以求出很多原函数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 叫基本积分表 必须熟记于心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件事情 基本积分表 再往下来看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不定积分 它有哪些性质 我们来回顾一下 那比如第一点性质 对于这个不定积分 给它求导 那等于谁 等于小F 所以叫先积分 再求导回来了 等于小F 那么第二个 先求导再积分 也回来了 但是多个谁 多个加C 加个常数 那么这两个性质 在教材上也有 分别就是187页 1-1 和188页 1-2 有这两个性质 大家看这教材 也一样 这两个性质 按照不定积分的定义 按照求导的定义 按照原函数的概念 很容易把它说清楚 那么还有两个性质 第三个和第四个 在书上就是189页了 我们看 说F 加减 G做积分 咱俩相加减 做积分 可以拆开 等于F的积分 加减 G的积分 还有一个常数 乘上函数的积分 等于谁 这个常数 可以往外搬走 K倍的 F做积分 那么这四条性质 很容易被大家所理解 也很容易证明 我们不再做赘述了 毕竟比较简单 那么以上 就是我们教材上 针对第一小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 以及它的性质 所做的几点说明 有一些基本概念 基本定理 基本事实 基本性质 基本公式 都得需要大家把它书记于性 那么下面 我们对这一小节 做出几个重要例题的解释 我们先看一个例 这道题 我们教材上没有 我们大家需要补充一道题 这个题本身很简单 但是它很有作用 在考研中 这种题 它就是喜欢考的一种选择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说小fx给了一个分段函数 x加1 x大等于0 x的减1 x的小于0 讨论小f在负无穷到正无穷上 有没有冤函数 我们知道 连续函数 一定有冤函数 连续一定有 那不连续的函数呢 不连续的函数 能说一定没有吗 好像没有这个说法 这道题大家看 就是什么 不连续的函数 这个f是谁 来 我们一起描一下 把这个f的图像 我们把它写出来 好 大概看一下 假如说 这是坐标轴 好 这是y轴 那么这个地方是x周 原点 x大等于0 它取谁了呢 取x加1 那就这个实线 然后呢 这有一个斜直线 这个地方是个1 那么如果x的小于0 它取谁了呢 刚好取了负1 这个地方是空线 那这个地方刚好是负1 那这两个呢 是刚好是平行线 因为斜率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f 那你发现这个小f 在0这个点 是一个间断点 而且是一种跳跃间断点 也就是第一类间断点 那么它到底有没有原含数 它为哪里呢 为在傅无穷到正无穷上 诶 大家想 那傅无穷到正无穷 把谁包进去了 把0这个点包进去了 它有没有原含数 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这样给出证明 解 我们算一下 它有没有原含数 好 我们看看 当x大于等于0时 x大于等于0时 它的原含数 也就是对它做积分 这东西等于谁 那你看 对它做积分 就是对第一个x的加1做积分 x的加1做积分 谁求到等于x的加1 那你想 谁求到是x的加1 那明显 是不是应该是 二分之一 嗯 x的平方 二分之一 x的平方 再加上一个x 再加个什么 是不是再加个常数c 对不对 好 这个点我们给个 假如说给个常数叫c 那么再来 且x如果是小于0时呢 x的小于0 这个时候做积分 应该拿下面做积分 那么下面是x的减1 x的减1做积分 那写的应该是 二分之一 x的平方 减x 再加个谁 是不是 再加个c 那这不就是两对的积分了吗 那么把它写出来 哎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认为 这个地方是原函数的话 那你能不能说 直接说 哦 就推 推谁呢 推说 这个积分 也就是原函数 等于谁了呢 他说就等于 这个地方是 二分之一 x的平方 加上x 再加上ce 好 这是x大于等于0 这个地方是 二分之一 x方 减x 再加ce 这个地方是x小于0 如果你认为 这就是原函数 我们刚才说过 作为原函数 一定是什么函数 一定得是一种连续函数 对不对 哎 我们前面说过吗 因为原函数都是可导 可导一定连续 来我们看一下 你这个答案 它在0点 是不是连续的 我们来看 嗯 0点的右极限 等于谁 0点的右极限 是ce 0点的左极限 0点的左极限 是ce 那么这样的话 为了使得 这个答案 在0点连续 你得干什么 所以你发现哈 当ce 等于谁 当ce等于c20 这个标记叫星 这个答案 我叫做星 当ce等于c20 这个星 它才在 x等于0处 是不是连续 对不对 那原几 是不是在其他地方都连续了 好了 ce等于c20 它在这个点连续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影团就想到了 诶 我干脆就把ce 跟c20 就取作谁 所以它得出了 我们的答案 叫fx 嗯 fxdx 这个答案 等于谁呢 它说干脆这样写 叫2分之1x的平方 加x 再加个c 这叫x 大于等于0 这叫2分之1x方 这谁 加c 这是x小于0 他说你看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这个答案 不就在 0点是连续的了吗 对吧 那你这个答案 在每一个点 其实都连续了 对不对 他说这就是我的结果了 那你注意了 现在 cecl都取c 你的答案 当然是连续的 但是 连续不一定什么 它连续不一定可导呀 你说对不对 可导一定连续 连续不一定可导呀 事实上 大家会发现 你这个答案 在0点 现在是连续 但是在0点是不可导的 为什么不可导 你比如 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看 由于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一个诱导数 叫limate x取个零正 那诱导数 应该拿上面这个表达 那应该是 2分之1 x的平方 再加一个x 再加个c 再减个谁 减个0点的函数值 0点的函数值取谁 刚刚取了c 再除个谁 再除个x 答案等于谁 那你看 正负c消掉 2分之1拿走 平方消掉 写出来 是不是limate x取个零正 剩下一个 2分之1x 再加个1 答应几 等于1 这是谁 右倒数 而 大家再看 limate x取零负 左倒数是谁 那依次类仿 2分之1x方 减x 再加个c 再减个函数值 再除个谁 除个x 那么这个极限 拿过来 limit x取零负 那显然应该是 2分之1x 再减个1 答应几 等于负1 你发现 左倒右倒怎么样 左倒右倒不相等 说明你这个结果 在0点的倒数没有 0点的倒数都没有 那怎么能叫原函数 你想一想 什么叫原函数 原函数 是应该说 在负无穷到正无穷上 每一个点 任意的x 属于负无穷到正无穷 我的倒数 都得等于小f 它叫原函数 这有个什么性质 有一个任意性 对不对 整个区间 每一个点 求导 都得等于小f 那才叫原函数 现在你发现 你所谓的 你口中所谓的原函数 它在0点都没有倒数 它在0点都没有倒数 怎么可能说 它在0点的倒数 等于小f0 它不对 所以按照原函数的说法 它是没有原函数的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你这个双星 这个答案在哪里呢 在x等于0处 得倒数 干嘛 在0点的倒数 它是不等于谁的 不等于小f0的 它不等于小f0 它俩没法相等 为什么没法相等 因为左端不存在 对吧 你这个双星 在0点是没有倒数 相当于说 这个家伙是不存在的 人家f0是几 人家f0 看我们的题 f0是等于1的 看到没有 f0是等于1 这两件事情 怎么可能相等 对吧 所以这肯定不是原函数 所以这个做法 你发现了 这一个题目虽然小 可是中间很多细节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说清楚了 就是我这个f 它在负无穷到正无穷上 有没有原函数 答 它是没有原函数的 没有原函数 那么我们掉过头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函数 这是一个间断函数 0这个点有间断点 什么间断点 跳跃间断点 你发现它如果有跳跃间断点 那么在包含这个点的区间上 它是没有原函数的 没有原函数 这个就是个实例 那么这个结论能不能一般化 我们说可以 看 我们又给大家补了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 希望大家要把它记住 当结论来使用 我们这个点不再证明了 跟利益完全一样 什么结论呢 说一个小f 在一个区间上 除了一个点之外 都是连续的 而除了一个点之外都连续 只有这个点不连续 这个点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点是第一类间断点 那你思考第一类包括什么 包括可据和跳跃 如果这个点是第一类间断点 那么有个结论 这个小f 在这个区间上 它一定没有原函数 那么这两个题放在一起 尤其是这个力量 这对大家 原函数的存在性 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我们在教材上 只讲了一句话 连续函数一定有原函数 可是不连续的函数 教材只字未提 但是考研就喜欢考这种题 就是间断的函数 不连续的函数 究竟有没有原函数 我们同学在本科没学过 但是考研得懂 我通过第一个例题 一个实例 给你展示了一下 为什么没有 然后又给你一个立案 更一般的结论 立案这个题 你可以刻下 自己试着证一证 但是证完之后 一定要把它记住 怎么记住 如果这个函数 在这个区间上 除了一个点之外 都是连续的 这个点是第一类 间断点 那么这个函数 在这个区间上 一定没有原函数 那可能我们屏幕前 有同学想到了 他说老师 那如果有第二类 我们前面讲过 间断点有第一类 也有第二类 注意 如果它是有第二类 间断点 如果有第二类 间断点的话 有第二类间断点 它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可能有原函数 也可能没有原函数 这个地方 没有结论 第二类间断点 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对第二类 间断点 也没有细谈 因为它没有结论 你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这个地方考的少 考的多的 都是在第一类 间断点的情况下 考考生 到底懂不懂 有没有原函数 这个定理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 第二 关于原函数 这件事情 那么再往下 来我们看一个 原函数 和它自己之间 机偶性的一个实例 那么第三这个题 在咱们教堂那有 大家可以把书 翻到总习题 大家可以把书呢 翻到这个 翻到总习题的 总习题五 大家可以翻过来 271 总习题五的第二题的 第二个小题 271有这道题 271 第二个选择题 第二个小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说大F是连续函数的 一个原函数 我没讲过 连续函数干嘛 连续函数 一定有原函数 好 开始准备了 那如果我是偶函数 那么它是机函数 双箭头 这个对不对 大F是偶 小F是机 这个行不行 还有 如果我是机 那反过来 它是偶 这个可不可以 来 大家看 从左端 到右端 是不是求导 对吧 你大F 求导不是小F吗 对不对 我们在第二章 讲导数 就讲过 机函数的导数 都是偶函数 偶函数的导数 都是机函数 周期函数的导数 还是周期函数 所以这说明什么 说明 由左朝右 A B C 都是干嘛的 都是对的 你说对不对 你看 大F是偶 偶函数 求导是谁 偶函数 求导是机函数 所以A 从左端又对 对吧 还有B选项 大F是机 机函数 求导是谁 是偶函数 也对 还有C选项 大F是周期 周期函数 求导 求导是谁 那求导还是周期函数 所以C选项 单箭头也对 所以这个东西要搞清楚 就是大F跟小F的关系 那就是大F求导 要等于小F 对吧 大F如果是机 求导是偶 大F是偶 求导是机 大F是周期 求导是周期 可是呢 这个单调是谈不上的 明显D选项是错的 对吧 你自己单调 求导之后还单调吗 那显然不行啊 对不对 你比如谁啊 你比如这个X X求导变成了谁啊 变成了1 那1能说单调吗 那不能说呀 对不对 它常数函数呀 所以D选项明显没有这个结论 那么从左到右行 从右到左呢 就是说 如果他自己 知道小F是机 那他的原函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小F是机函数 能不能推 它的原函数 它的原函数都是偶函数 我们说这个A选项 它是可以办得到的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A 但是A选项怎么正 现在正不了 我们先留一个问号 我们在这后面再正 我们看BC为什么错 那你来这样想 如果它是偶函数 你比如说谁呢 如果它是偶函数的话 它的原函数 能不能说一定都是机函数 偶函数的原函数 那比如找个谁 你想想偶函数找谁 你比如来个cosinx cosinx是不是偶函数 是 它的原函数是谁 那谁求导是cosin 显然是sinx 对不对 sin求导不是cosin吗 哦 你是偶 那三是机 三是机可是怎么办呢 可是加个1 你想 加个1 求导还是谁 还是cosin呀 所以你发现 哦 你求导 其实还是cosin 对不对 哎 你就发现了 sinx加1 它干嘛 它根本就不是机函数 它不是机函数呀 所以这个B选项不对 那你再比如C选项 从右往左 对不对 如果小F是周期函数 嗯 小F是周期函数 你比如来个谁 哦 还来个cosinx 再加个谁 我给它加个1 那你想 加个1 这是不是周期函数 是的呀 以多少为周期 以2π为周期 这个因为长数 横是周期函数呀 好 它是周期函数 那它的原函数是谁 那显然是谁呀 它的原函数 那不就应该就是 sinx 再加个谁 是不是 再加个x 那你发现 这个东西 它求导就是谁 它求导 不就是cosinx的加1吗 但是你发现 sinx加x 具不具备周期形 显然不是周期函数 那不就错了 所以排除法 能把BCD都排除掉 可是A选项 我们 是不是利用排除法 把BCD都排掉 保留了A 可是A 为什么对 你举特例不行 你举的例子 说A对 那能选A吗 不行 那需要给出严格证明 怎么证明 我们留到后文 第五章去证 事实上A选项 从左朝右证过来 翻第二章的笔记 从右往左 要回到第五章再证 我们以后再证 现在证不了 那这个集就是讲的 给大家讲了什么呀 原函数 跟他自己 机有性的结论 来 我们给大家再重申一下 这个基本的逻辑关系 什么逻辑关系 大家想 如果这是小F 好 他往下走 走到谁 是不是走到了 他的倒数 对不对 他往上走 走到了谁 是不是走到了 他的原函数 大F 对吧 是不是有几个关系吗 来 我们一起给大家 再写一下 如果他自己是 G函数 如果他是G函数 那求到之后呢 求到之后 答变成了O函数 如果他是G函数 他的原函数呢 A选家 他的原函数 答都是O函数 这一条是对的 那么再来 如果他是O函数 他求到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G函数 他的原函数呢 他的原函数 这个地方 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是什么呢 就不一定是G函数了 对不对 他不一定是G函数 那么再来 如果他是周期函数 他求到呢 求到之后 他还是周期函数 但是他做积分 他的原函数呢 打他的原函数 也不一定是周期函数 那这就是大家以后经常遇到的这几个说法 叫他自己跟他的上一辈 机偶性 周期性的关系 他自己跟他的下一辈 机偶性和周期性的关系 对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他的上一辈 这是他这一辈 这是他的下一辈 对吧 他们这三代人之间 这个机偶性周期性是有关系 可是这个关系很微妙 对不对 希望大家这一组关系 你要搞清楚 这在我们的考研真题中 也考过两次 就考这个逻辑关系 机偶性周期性 你到底懂不懂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整个第一小节 我们内容给大家就说到此处 例题补了三个 补了三个精英的例题 其中有一个例题 是当结论来用 有一个例题 例三 这个题是也是讲的结论 叫机偶性和周期性 希望大家把这三个题 好好整理一下该记的计较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第一小节 叫基本概念 那就说到此处 我们稍作休息 再去谈第二小节 正式步入 求原函数 求不定积分的方法 转开 就应该拿出 一大小节目 让这些小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